你好我是Amazon 歡迎來到Good Talk 講得好 誰講得好呢?簡報講得好 在做簡報presentation的時候 你可能都用過遙控滑鼠 但你有沒有見過1200元的遙控滑鼠呢? 這個就是我用過的第二個 和這個是第二代的設計 你可能立刻就會想 為何遙控滑鼠這麼貴呢? 關鍵是在於設計和品質 先介紹幾句這個叫做 Global presenter 全球簡報者的遙控滑鼠設計 頂部是超光的紅色雷射指示器 Laser pointer 左右兩邊有大型的PowerPoint上下頁控制 控制範圍達到100呎這麼遠 中間有一個360度滑鼠控制點 控制電流的 無線接收器可以用在視窗和蘋果界面 將PowerPoint投影暫停變成一個黑色的背景 按按鍵就可以了 用法明顯就是指示器 就不要變成雷射槍 不要用來指人 左右的控制永遠不會失手 因為它不是一個制來的 而是用平衡的方式作為開關 整個範圍按下去都有效的 能夠控制電腦可以在酒店的會議廳 走來走去播歌播片都很方便 兩種界面就方便隨機應變 用別人的電腦都可以 最後黑背景這個功能我最喜歡 因為可以停下來和聽眾互動 不如我示範 請你運用你的想像力 想像一下有哪種老鼠是兩隻腳走路的呢 米奇老鼠? 好聰明喔 給你鼓勵自己 再想一下有哪種鴨是兩隻腳走路的呢 唐老鴨? 那就錯了 所有鴨都是的 除了一隻腳鴨 為什麼第一次的成功會令你第二次失敗呢? 因為第一次的成功會帶你進入了一個迪士尼的思想模式 迪士尼世界裏面 有米奇、有Mili、有高飛狗、有唐老鴨呢? 當第二個提問出來 原來問的是現實世界的事 但我們的思想仍然停在迪士尼世界 所以就會錯咯 Good talk!講得好 我是Amazon 你的演講和簡報教練 下次見